柔佛巴西古当马赛成了一家手机店 在元旦1月1号凌晨4点 交两名戴着头盔和口罩的男子 闯电节奏是6架手机 北途盗窃的过程全被闭路电视拍下 并在网络疯传 画面显示两名男子拉开店铺的大门后 就直接跨入柜台内 奔弓敲碎柜台的玻璃 在盾搬箱倒柜后 将原本装在盒子内的手机 掏出放入自身的裤袋 其中一名男子还顺手拿走了一个 可能装着手提电脑的袋子 两名男子的作案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分钟 斯利安南警局主任莫哈莫苏海米表示 警方已经接到业主的投报 根据出户调查 嫌犯盗走了16部不同类型的手机 总价值约19,161令吉 警方将原印显示法典第四五期 至破门刑切条文展开调查 执行者可向警方提供警报